相信在今天,大家早已被各方面关于杨子秦俊杰分手的消息,轰炸了一轮路一轮,曾经的恩爱场面还历历在目,而今却在毫无预兆,毫无准备时,突然间只剩下双方在社交平台上的和平分手的消息, 留下一大半粉丝,满脸的问号和吃瓜群众的难以下嘴,我们知道的只有开头和结尾,其中的故事只有杨子秦俊杰两人,了然于心却心照不宣,对于未知的内容,群众们总会不自觉的脑洞大开,各种版本流传民间,粉丝们也是各说分云,不得不说每一次有关恋情的公布,都会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, 对于明星客人的攻击也早就渐渐不惯了,有些人选择视而不尽,有些人选择绿池寒,每一次对恋情进展的公布,若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十足的心理准备,恐怕真的只能心理质询事外挂套排队,而是时尚,避免这些困扰其实,还有一个简单干脆的途径,那就是偷偷的谈恋爱, 从一开始恋爱关系的确定便铁了心,除非领结婚证,否则就算刀架警商也不肯吐露丝毫的消息,这样哪怕有朝一日,缘分已尽,还是可以平静地分手做单纯的朋友,而不是像胡彦斌与郑爽那样,被媒体吵得连朋友也无法做,再见便是陌生人的地步,那么这样隐藏恋情的方式好吗? 有人说好,因为这样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舆论负担,粉丝们将不会知道你们恋爱的事情,能知道的只有你们发出婚纱找时的惊喜或者惊吓,但也有人说,恋爱不公布是对爱情的不负责,比如说观众们在不知道某位明星一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时候,尤其当这位明星还是小鲜肉或者小鲜女的时候,那些明星公司往往会选择一位一性明星炒CP,以获取更多的流量, 人气,以及关注度,就像之前陆寒与迪丽热巴在跑栏那样,不知有多少粉丝一天到晚,在网上刷着陆地恋,并给予美好的未来幻想,索性一切戛然而旨在给大家介绍一下,这是我女朋友,所以说其实陆寒恋情的功不从某方面,而连拯救了很多人的流量,同时也算是对自己的另一半负责吧,而且约会也可以光明正大的,或者说是更加无拘无束的撒狗粮, 只是代价是比准每次刷,到他们的消息时,评论区都充满了攻击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